晚安宝贝 凯特阿姨说故事 晚安宝贝们 欢迎来到凯特阿姨的说故事时间 我们今天呢要分享 日本的民间故事 叫做普岛太郎 我们的故事即将开始咯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海边 住着一个年轻的渔夫 名叫做普岛太郎 普岛太郎每天划船出海 他以钓鱼为生 普岛太郎的生活是很贫苦的 他非常喜欢幻想 不过他也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站在海岸上 眺望大海 心里想 要是能变成一条鱼 该有多好啊 与其说他喜欢钓鱼 不如说他更喜欢幻想呢 如果美梦成真 那多美呀 葡萄太郎时时刻刻地幻想着 一心一意地冲紧着 他心里的幻想 有一天 有一群孩子在沙滩上 用石头和棍子 敲打着一只乌龟 葡萄太郎看到后 马上跑了过去说 嘿 助手 助手 这乌龟太可怜了 你们不可以这样子捣蛋 他从孩子们的手里救出了乌龟 温柔地跟乌龟说 不可以再被抓到了哦 他把乌龟放回海里之后 乌龟看起来非常开心地游走了 某一天 葡萄太郎正在钓鱼 之前被欺负的乌龟 从海浪间探出头来 跟葡萄太郎说 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为了答谢您 我要招待您到龙宫城玩 葡萄太郎疑惑地问 啊 我要怎么去呢 请坐在我的背上吧 于是乌龟载着 葡萄太郎平稳地潜入海里 穿过一片珊瑚林之后 就看到金碧辉煌的龙宫城 美丽的乙姬公主 出来迎接葡萄太郎 她笑容满面地说 欢迎丽丽龙宫城 为了答谢您救了乌龟 请您好好享受我们盛情的款待吧 龙宫城为葡萄太郎准备了 风盛的美酒佳肥 一群色彩艳丽的鱼 幽游游自在地舞动着 哇 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啊 葡萄太郎陶醉期间 忘了时间的流逝 每天都过得非常的愉快 某一天 葡萄太郎突然思念起家乡 母亲应该很担心我吧 我差不多该回去了 一羁公主虽然依依不舍 但是把一个漂亮的箱子 交给了葡萄太郎 并且跟他说 这是送给您的百宝箱 绝对不可以打开盒子 请您要小心地珍藏 葡萄太郎收下百宝箱之后 就坐在乌龟的背上 挥手道别 再见 再见 一羁公主 葡萄太郎回到海边的村庄 但是他的家竟然不见了 连母亲也不见踪影 他询问村里的老人 那个人感到不可思议地说 说到葡萄太郎 不就是三百年前 在海上消失不见的人吗 葡萄太郎前往龙宫城的那段时间 人间竟然已经过了三百年 葡萄太郎感到很伤心 他忘了跟乌鸡公主的约定 他非常地好奇 打开了白宝箱的盖子 顿时之间 白色的烟雾不断地冒出来 在转眼之间 葡萄太郎变成了一个留着白胡须的老爷爷了 哇 小朋友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 其实葡萄太郎这个故事呢 是要告诉我们 不要蹉跎时光 因为玩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地快 就像葡萄太郎他在龙宫城的时间 过得非常地愉快 而且都在玩乐当中 当他想要回到人间时 却已经过了三百年了呢 故事中 以及公主送给葡萄太郎的盒子里面呢 其实是保管着葡萄太郎的青春 只要他不打开盒子 他就能开启新的生活 但是他似乎经不住诱惑呢 好 我们今天的故事呢 就分享到这边 要进入我们今天英语说一说的时间咯 我们今天英语说一说要分享的是 不要虚度光阴 Don't waste your time Don't waste your time Don't waste your time 不要浪费时间 那台语听一听的部分呢 浪费该怎么说呢 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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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啦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啦 小朋友学会了吗 阿姨今天的故事跟语文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咯 喜欢凯特阿姨说故事或有想说的话 想跟凯特阿姨分享 也可以上凯特的凯特阿姨的粉专页 或者是Youtube留言给我知道咯 我们就要在这边说晚安咯 拜拜 拜拜 拜拜